先在后看养成习惯 电影你一个人去看吧 看着秋叶发过来的消息 我嘴角勾了勾 眼里没有半分情绪 要是以前 我肯定像个八卦记者一样 不厌其烦地给他发一条条短信 问他在哪里 和谁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陪我去看 什么时候回来 甚至有时候 为了证实他的话是真的 我还会去找他 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的 让自己的生活 甚至所有的一切都在围着他转 似乎少了他的地球 就要毁灭了一样 可现在 我发现我心里连一丝波澜都没起 退出他的消息界面 我点开了他下面那个 被我置顶的头像 将刚取出来的两张电影票 拍下发过去 那边几乎秒回 我马上到 刚看完电影 我就收到了秋叶的消息 我一会要和沈婷去吃饭 别不懂事打电话来烦我 知道吗 我瞥了眼正走在我身旁的柳如烟 讽刺的笑笑 真是难为秋叶了 还要惦记着我看完电影的时间点 特意发消息过来 看来我以前那些死缠烂打 到底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些影响的 现在都学会主动汇报 避免麻烦了 现在去哪 我揽着柳如烟的小蛮腰 他倚靠在我胳膊上 扫了眼亮着的屏幕 乐呵呵地问道 我把手机刻意往他眼前放了放 你猜他现在和谁在一起 柳如烟没说话 我不禁有些笑出声 你真没出息 连他和秦寿在一起都不敢承认 他忽然震开我 拉开了距离 一米六六的身高 却极有压迫感 眼里的情绪 让人看不懂 抱歉 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地 摸了摸鼻子 绕过他继续往前走 秦寿是真狗啊 望了望天上黑漆漆的夜色 我不禁感慨 他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也是秋夜的红太阳 被大两大笑花喜欢着 家世好 皮囊好 成绩好 完美地找不到一丝缺陷 我用了五年的时间和秋夜在一起 任何人的闲言碎语都没能攻击到我 让我放弃他 秦寿却只用了一句话 便让我彻底死了心 上个周末是秦寿生日 他邀请了我 我当时很奇怪 我和他并不熟 我们两个的交集 几乎都是围绕着秋夜或者柳如烟 每次相见 都颇有一幅想把对方弄死的情绪 他请我干什么 不过碍于秋夜一定会去 就算他不邀请我 我也会死皮赖脸跟去的 以前的我 秋夜在哪里 哪里就能看到我的身影 你来干什么 嘈杂的酒吧里 秋夜看着我 这我没问到 给秦寿庆生了 我下意识忽略他眼里的不耐烦 假装无所谓地说着 给他看秦寿邀请我的消息 他瞥了眼 秀眉微皱 又在看我 转身朝着三楼的包间走去 哎 我刚伸出去 想要拉住他的手臂落了空 看着秋夜高冷的背影 我拍拍脸颊 整理好情绪 又嬉皮笑脸地冲了上去 死死地拉住了他的手 对于他的挣扎 我装作没有感觉到 没一会儿 他就任由我拉着 想来是被我缠得没办法了 隔着一层薄薄的衣袖 与他滑嫩的肌肤相贴 我脸上的笑意有些止不住 从他答应和我在一起到现在 快三个月了 我们之间最亲密的行为 还是他同意我的告白那天 我拉了他的手 那种细细蜜蜜 似乎从脚跟弥漫到发丝上的感觉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真的有点像通电了一般 呼 他把我推开 我猝不及防地向后退去 要不是柳如烟挡了我一下 怕是要摔倒了 回过神来 我朝秋夜看去 他并没有注意到我 因为禽兽已经满脸笑容地 从包间门口迎了过来 夜夜 你能来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 那一刻 我的心里如同腾起火焰 灼烧炽热 站稳后 我视一柳如烟梅室 他依旧扶着我的后背 眼神里含着淡淡的阻止 我笑了笑 甩开了他 秋夜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怎么样 天经地义 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 夜夜怎么不进去 我走到秋夜面前 看着他 隔绝了他和禽兽 两相凝望的视线 他的眼神竖得冷了下来 全然不见 刚才看禽兽的温柔 越过我 朝着里面走去 生日快乐 我听他对禽兽柔声说着 谢谢 只要你人到了 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 不用这么破费 想来是秋夜送了他礼物 不由地想起我生日那天 还是我主动提醒了他 他在网上订了蛋糕 让我自己聚取 自己吃 其余半分的关怀都没有 只有生日蛋糕上的 官方的四个字 生日快乐 还是蛋糕店的小姐姐手写的 很秀气 却冷冰冰的 让我感觉不到半点暖意 我连他一句亲口说的 生日快乐都得不到 更别说礼物了 不喊初学一起竞选 禽兽轻声问着 我的思绪从往事中回了些许 不用管他 今天你生日 你最重要 秋夜的语气 仿佛在讨论陌生人一样 我苦笑着 心口被扯得生疼 面上却一点不鲜 有时候我也常常门心自问 秋夜到底哪点好 我为什么不能放下他们 每天这样不累吗 可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又觉得不甘心 总想着秋夜都答应和我在一起了 再努努力对他好一点 他是不是就能发现我的好 彻彻底底接纳我 身后两人说话声渐行渐远 秋夜又把我扔下了 露出血 你看把略带戏谑的女生响起 我抬头看去 柳如烟靠在九八五颜六色的墙壁上 看好戏一样看着我 他站的位置是个死角 禽兽看不到他 他也看不到禽兽 不知道是不是他为了不让自己难堪 故意这么做的 你才露出血 你全家都露出血 我很不喜欢他给我取的这个称呼 好像我是个猥琐男一样 好吧 我的错柳如烟站至身体 无奈说着 那模样就像跟我吵架妥协了一样 我哽着脖子正要和他枪回去 他忽然走过来 拽着我的手 拉着我往里走去 他的丝滑小手贴着我的肌肤 滚烫得厉害 走就走 别动手动脚的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我嫌弃地甩开他 语气暗含警告 他倒是没在意 撵了粘指尖 退了两步 走到我的左边站定 像是怕我发现什么一样 我扭过头 越过他的脑袋往后看 他一个巴掌拍在我脸上 卧曹 柳如烟 你疯了 他没理我 只是微微点起脚 勾着我的脖子 用力压着我往包间中间的桌子走去 从上面端了块切好的蛋糕递给我 下午下课就过来 一口饭没吃 我早就饿了 我毫不推脱地结果就往嘴里塞 大口朵银的样子如饿狼在世 柳如烟在我旁边坐了不到两分钟 就拿着手机走了 我想 他应该是被我吃东西的模样吓到了 往常在秋叶面前 我还是很优雅的 不过其他人嘛 我都无所谓 怎么舒服怎么来 吃到一半 想起柳如烟刚才进门的异常 我放下蛋糕 朝着入门的左边走去 这个包间大的异常 除了正常喝酒唱歌的厅外 左右两边还各有两个房间 右边是男女洗手间 至于左边 我刚走过去 就听到从没关炎的门缝里 一出的轻喘声 禽兽不要 我不敢置信地死死咬牙 努力没让自己喊出声 这个甜软的嗓音明显是秋叶 叶叶 对不起 我实在忍不住了 每天看你在如出血身边笑的样子 我极度地要发疯 禽兽一贯低沉磁性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来 此时还多了几分暗雅 我再也无法骗自己 里面的人不是秋叶 只是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 那柳如烟呢 他现在不是已经和你在一起了吗 秋叶的声音柔弱无力 似在提气 他什么都不是 秋叶 那天晚上要不是你拒绝我 我不会追求他的 是我错了 你别离开我 他们的话像是一根根刺一样 在我心里凝视 原来 他答应和我在一起 不是我五年的坚持不懈感动了他 而是他伤心时的消遣 我颤抖地伸出手握住金属门把的时候 灵魂都仿佛冰凉了一下 秋叶 里面的人一定不是你 对不对 他只是声音和你有些相似 没亲眼看到之前 我还是在自欺欺人 手掌用力 门缝变大 那一瞬我看清了里面拥吻的两人 嘎吱响声惊动了里面的人 他们齐齐看得过来 走 耳边低声掠过 我整个人被拉进了旁边的另一个房间里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被柳如烟抵在了门后 刚刚是谁 禽兽 我们不能被发现 秋叶有些慌张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别怕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发现了就承认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时候你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 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听着禽兽信誓淡淡的声音 我心中痛得无以复加 真是好一对情比金尖的狗男女 从头到尾 秋叶都没有考虑过 出事后我作为他的男朋友 会受到怎么样的伤害 又或者 我从来没有走进过他的心里 看着我双眼血红 柳如烟微微仰起头 你很生气 你刚刚为什么拦着我 你被戴绿帽子不生气 别挡着我撒谎 我直视着柳如烟明亮的大眼睛 红着眼质问我怎么不起 柳如烟盯盯着我 毛子里良意惊人 到手了就不好好珍惜 在外面沾花惹草 真是犯贱 他和秋叶是室友 我认识他的时间也不算短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粗话 想来是真的气着了 不过也说明他对禽兽是真爱 没有爱拿来的恨 同是天涯伤心人 柳如烟撸出血 你想不想报复秋叶 他让我这么委屈难受 你难道不想看到他忏悔的样子吗 他攥住我的手 明亮的毛子深深地锁住我 我被他的话震住 连他喊我撸出血 我都忘记了反驳 愣愣地看着他怎么报复 他脸带邪恶的轻笑一声 眼角的泪质仿佛都活了起来 诱人的红唇微动 鞋子的嗓音里满含着诱惑 咱俩在一起 微风吹来 我不自觉打了个寒颤 跟我出来 你在装什么美丽动人 柳如烟从我身后追上来 又开始唠唠叨叨 话里话外把我嫌弃得一无是处 像我妈一样 我刚想反驳说我今天穿这样 不是想和他出来的 转头就被迎面而来的外套罩住 脸上面还带着淡淡的铁香 虽然小了一些 但是郁寒够用了 等我把衣服拽下来劈好后 柳如烟已经走到了我的前面 看着他凹凸有致的背影 我不禁想 禽兽真实的大沙笔 但是 那天我怎么就鬼迷心窍答应了他呢 现在半成不成 该断不断 每次看到秋叶我都有点心虚 明明之前完完全全都是秋叶的错 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 现在在他面前 我反而像是做贼的那一方 当初想要报复的感觉不仅一点没有 还气短了不少 我好像 有点后悔和柳如烟纠缠缠在一起了 撕你干什么 额头被狠狠敲了一下 疼得我倒吸好几口气 我捂着被柳如烟敲红的那方 生气地看着他 你傻逼吗 柳如烟没好气地回我 我抬头往前看去 才发现 我们已经走到电影院门口的大路口 这里挺繁华的 人车都不少 走了 红灯很快转绿 柳如烟牵着我的手往马路对面走去 跟特马牵着儿子一样 我不太适应地挣扎了一下 别动 他俩连嘴都轻了 你跟我在一起也快一周了 怎么还这么别别扭扭 像个没见过市面的小破海一样 柳如烟背对着我又开始啰里巴缩 过完马路我就甩开他的手 这家电影院离大学很近 很容易碰见相识的同学 你什么意思 还喜欢秋叶 怕被他看见 或许是看出了我眼里的辟邪 柳如烟脸色有些不悦 他向前几步 把我拦在了 白色的红绿灯杆子和他之间 我看着他眼里的质问 想不明白他怎么会觉得我还喜欢秋叶 五年的执念 早在上周听到他和秦寿的话的时候 就以付诸东流 我在填补之识地追下去 那就是真的犯贱了 怎么不说话 默认了 柳如烟抬头盯着我 语气带着阴影的强势 我喜不喜欢和你有什么关系 胳膊被掐得生疼 我语气也没多好 拍开他的手 转身从他的身边走过 我和他在一起本来就是为了报复他 凭什么管这么多 把肩上的衣服丢还给他 我头也没回地往前走 身后一直有道炙热的视线在追随着我 好像要把我的后脑勺给烧穿一样 到了校门口 我没忍住 侧头望去 远处的红绿灯下 一身白裙的柳如烟在夜色中格外显眼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仿佛是被我遗漏的玩偶 我摇摇头 甩掉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 走进了校门 柳如烟怎么样与我无关 曾经他喜欢的是禽兽 我喜欢的是秋夜 现在我们因为彼此情侣的背叛选择在一起 仅此而已 只是有些东西到底在我没有察觉的时候就乱了 一日是周末 没有课的早上 我睡到了临近中午猜起来 起床去洗漱 看着镜子里的我 眼下那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不禁开始在心底给柳如烟画圈圈 昨晚回来后 到了我往常睡觉的时间 我怎么都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红绿灯下那个白色身影 胡思乱想了很多之后 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断了好 无论是和秋夜还是柳如烟 这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哪怕以前我追秋夜 被他含了那么多次心 也没像现在这么心累过 初学 有人在楼下等你 室友从外面回来给我带了花 眼里还带着些猥琐 谁啊 看着他的眼神 我有些疑惑 直觉不会是秋艺 他从来不会主动找我 我一下去就知道了 室友神神秘秘的 脸上的笑意越发猥琐 我脑子里隐隐出现一个声音 匆匆下楼去了 当我看到站在宿舍门口的秋夜的时候 我惊了 你怎么来了 秋夜就没看着我 声音没有丝毫感情 不是你让我 话说到一半 我反应过来 执着他不是在等我 可能是室友看到他的时候误会了 我没再解释 态度比他还冷 有事 秋夜似乎是震惊我的态度 看着我脸上冷淡的表情有些郑重 想来也是 在他面前 我向来是青年软语 连大声说话都从没有过 更别说给他冷脸了 上周禽兽生日过后 他用各种各样的理由逼着我 这还算是我们自那天之后第一次见面 我以为我心里会有气氛 有不甘有难受 可很奇怪 什么都没有 昨晚是我失约 对不起 秋夜的声音有些低沉 我看着他那张略是粉带的脸 心中没有丝毫不澜 我昨天不都和你提前打过招呼了吗 你在生气什么 见我不答话 秋夜不耐烦地看着我 眉眼里似乎全都在说我不懂事 那晚 他哄禽兽的声音 揉得都快滴出水来了 对 我就差没把冷漠俩字 给直接刻在脸上 这事就算过去了 别让我生气 他随手从旁边的长凳上 拿起一束花 走过来抓起我的手 想把花往我手里塞 我只是轻轻一拨 他手里的花就被我打歪 一个卡片从里面掉了出来 落到地上 禽兽实习顺利 白嫩修长的两根手指 从地上把卡片捡了起来 慵懒的声音 有些玩味的念头 我抬头 看着不知从哪里 动出来的柳如烟 男朋友被人这么献殷勤 不知道他是怎么笑得出来 柳如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眼神 冲我笑了笑 我慌乱的一开目光 心中有了断掉的打算 我不想再和他纠缠不清 当场被抓包 太过尴尬 柳如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想法 握住我腰的手紧了紧 我抬头看他 他微微摇了摇头 示意我不要冲动 秋叶的脸色有些难堪 这话既然都有主了 怎么还能随便送人呢 柳如烟不知何事走到我身边 左手又习惯性地揽住我腰 右手把我面前的花推开 带着我退了三步 与秋叶明显拉开距离 不知道是秋叶没拿稳 还是柳如烟推得力气太大 花树掉到地上染上了尘土 原来你是来找禽兽的 不是找我 我看着碎落的花瓣 语气淡淡 心里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气 我直直地盯着秋叶 质问他 我是你无聊时候的消遣玩具 任何人追求你都会放弃我吗 我永远都只是你的二手备胎 我很清楚 我问这些不是我还喜欢秋叶 而是我想要的答案 要一个我是值得被人喜欢的答案 追了秋叶这么多年 我到底是要差到什么程度 在付出了那么多之后 他对我还是视如壁垒 秋叶抬头看我 眼神有些躲避 哭得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问道 上周酒吧房间外面的人是你 我冷笑一声 既然戳破了 我就没打算再留余地 禽兽你早先就答应他呀 干什么一直吊住我 既然答应了和我在一起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对我 你心里有禽兽就别招惹老子 给了老子希望 然后再给老子吃鸣一鸡 追你追了五年 给你送雨衣送早饭 帮你在图书馆站坐 别人女朋友为男朋友做的事 老子都为你做 过了这么长时间 就算一只乌龟也能培养出感情了 秋叶 你特马真是个超绿宝 我狠狠说着 心底里那股郁结疏散不少 此刻我发现我对秋叶还是有怨的 我怨他 不在于他忽视我的付出 那都是我自愿的 再苦再伤都是自己活该 我气愤的是 他的不忠和对我打心眼里的不在意 他践踏了我的一片真心 对不起 秋叶敏纯看着我 整个人看上去颓丧不少 我们分手吧 我闭上眼 开口 不想再看他一眼 说完刚才那番话之后 我发觉心头轻松了不少 从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在拓见自己 舔狗果然不得好死 你说什么 秋叶难以置信地说着 不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我苦笑一声 以前迪卢出血哪敢提分手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担心被分手 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 穿越时光 我仿佛看见曾经的如出血 无论受到什么冷嘲热讽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危险 都无所畏惧地站在秋叶面前 替他遮风挡雨的模样 一阵蛋疼 真是个傻逼 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秋叶 忘记了自己 也忘了那些自己真正该珍惜的人 秋叶 你配不上你爹的喜欢 我定定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缓缓说出这句话 我不同意 如出血你别闹了 以后我会多陪陪你 他似乎觉得我还是在无力取闹 走过来想要拉住我 柳如烟揽着我躲开 他抓了个空 秋叶盯着柳如烟搂着我腰子的手 在我们两个之间来回不定 脸色渐渐铁青 你们 我们在一起了 你律我 我也律你 我没有推开柳如烟 反而是把他搂得更紧了些 看着秋叶气得快要晕绝的样子 我心里第一次感觉到了报复的快感 周围人越聚越多 我没心情再和秋叶纠缠 扭头朝外走 如出血 你敢走 我就再也不要你了 他语气中还含着淡淡的独立 似乎觉得我不会走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我头以为会 胡编撸出血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分得这么干净利索 柳如烟叼着狗尾巴草 素霞地看着我 不起我闷闷地说着 情绪不高 他挺起上身 侧头从下网上看我 怎么了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劲 他的话语中多了几分温柔的依偎 你还喜欢禽兽吗 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都有些惊了 我没想这么快摊牌 或许是他现在好说话的态度 给了我勇气 你发现什么了 柳如烟站着身体 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遍 眼里泛着奇异的光 嘴角都不自觉扬了起来 什么 我不解的看着他 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什么意思 柳如烟盯盯着我 不容我有半分逃避 我刚刚利用你 齐秋燕 我怕你还喜欢禽兽 给你造成麻烦 他笑了笑 抬手把我的头发揉得一团糟 报复的事情 还是我提出来的 你觉得我会怕 不用在我面前装 我知道你有多喜欢禽兽 他细心开导他 于我而言 他算是我很少有的 能说得上话的朋友 我不想失去他 你到底想说什么 柳如烟的脸色突然有点生气 他放下手 静静地看着我 我和秋叶已经分手了 我们这种关系该结束了 本来就是个错误的开始 在他灵力的目光下 我被他看得有些窒息 不过好歹算是说完了 财力用完就想把我甩了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还没从他清冷的声音里反应过来 唇上就多了一抹温热 一瞬间我的大脑死机一般泥片空白 纠缠了许久 我才渐渐清醒过来 轻轻推开柳如烟 我退远了几步 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 朝我一步步走过来 我不断地后退 呼得脚后跟抵到什么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朝着后面栽去 小心 柳如烟扑过来想拉住我 还是为时已晚 我闭着眼 感受着身体的下坠 任命地等着疼痛的到来 哼 我感觉我自己落到了个软绵绵的物体上 很奇怪 并没多么疼 扶着身后 我刚想站起来 就听到一道抽气声 别乱摸 我猛地低头 发现我倒在柳如烟身上 手正按着他的胸口处 卧槽 我跳起来 脸一红 活地暗 你可慢点 柳如烟好像是伤着了 躺在地上皱眉说着 不过语气还是一如既往抽 想到刚才关键时刻 他扑到地上给我当垫背 我的心里很感动 朝他伸出了手 起来 起不来 要轻轻才能起来 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看他还能露出 这副眉皮眉脸的样子 我就知道 他身上没多大伤 不打算管他了 谁知道刚转身 他又开始糊疼 到底走不走 你在装我真走了 真疼 他眼巴巴地看着我 长长的睫毛微垂 显得十分可怜兮兮 哪里疼 看他这副模样 我到底没有很下心 脸要轻轻 他指了指自己脸颊 目光里全是笑意 我就不该问 你是小孩吗 还轻轻 我弯下腰 在他脸上戳了一下 触感意外的好 又嫩又滑 保养得真是好 想得出了神 我下手没了轻重 四 他抓住我的手 不让我再动 疼死活该 那是我的初吻 你知不知道 我没好气地说着 你和秋叶莲 怪不得那天就牵着手 你就害羞成那样 他眼神亮了亮 你才害羞 经验多了不起啊 我撇撇嘴 站起身就要走 怕不是傻了 在这里和他半嘴 我也是初吻柳如烟 拽住我从地上站起来 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初吻就初吻 这么骄傲的眼神 是要怎样 我刚刚和你炫耀了吗 我不和你计较这个 那个吻 就当是还了 刚才我利用你的事情了 就此两清 以后在学校 你和我乔归乔路归路 见面点个头就行 那可不行 柳如烟依旧不依不饶 你怎么才能过 你心里那道砍 我无奈说着 早知道这么麻烦 我就不为了 图一时的爽感 用他刺激秋叶了 柳如烟靠近腰上 却被手臂禁锢住 耳畔传来 和秋叶早就分了 现在的我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你说什么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柳如烟又重复了一遍 我抬手就是的大脑蹦 子弹在他头上 早分了你不告诉我 想到我这段时间 被这种剑步的光的报复关系 给折磨的 每天抓心脑肺睡不着 他倒好 分了 不说告诉你 你还会同意和我在一起吗 他漫不经心开口 实实在在把我拿捏了 要是早知道 他和禽兽分手 我确实不会脑子一热 就同意的 想到什么 我后知后觉的看着他 故意的 他点头 看着我的目光里满是温柔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 从来没想过柳如烟会喜欢我 明明他平时看我的眼神 都像是在看沙雕 经常连装都懒的话 就出现在我面前 哪里是像面对喜欢的人的状态 我在秋叶面前 向来是把自己包装的 要多好有多好 就连吃个饭都只是七分饱 尽管我自己也很难受 可那种小心翼翼的感觉 不才是喜欢吗 手机嗡嗡震了两下 将我从沉思中带了出来 陆初写 听说你连早饭都还没吃 想吃什么 我给你带 不过现在马上十二点 午饭都该吃了 要不你出来吧 我带你去吃 看着他的消息 我直接让了西平 我怕是疯了 才会在这个时候和他出去吃饭 手机一直不停地震 我拿起旁边的枕头捂住头 初写 下铺的室友踢了踢我的床板 我任命地拿起手机 滑到阶梯柳如烟我告诉你 我不去吃饭 你别给我打了 放过我吧 我求你了 让我睡一会行不行 我的语气从开始的强硬 到后面越来越耸 过了好久 没听到对面的声音 我奇怪地扭头看去 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 我愣住了 与此同时 秋叶弹道极致 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 我不是柳如烟 学校附近咖啡厅 现在过来 我看着坐在我对面 一言不发的秋叶 觉得很魔幻 两个小时前我们刚分手 现在就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 怎么想怎么诡异 你叫我来干什么 他面对着我 一向不爱说话 都是我找话题 不过此时 我不是为了他 而是想尽快结束 这没必要的谈话 不想再浪费多余的时间 我妈刚给我打电话 让我明天带你回家吃饭 秋叶的声音淡淡的 似乎带我回去 是多让她为难的一件事 我失笑一声 不是都分手了吗 还回什么家 还是你担心我对阿姨说什么 到时候影响了你的太阳光 在阿姨心里的滋味 秋叶的母亲 和我是多年的好友 我们两家 还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我父母自己做点小生意 比较忙 需要出差的时候也多 小时候 我大部分时间 都是被寄养在秋叶家 秋叶的母亲 几乎是把我 当作亲生女儿看待 我和她的关系特别好 曾经我以为 我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有个青梅竹马做老婆 还不用担心婆媳问题 没成想 我到底不是手握 主角剧本的天选之子 只是个不被主角喜欢的 炮灰小丑 努力了五年 还是要为正经的男主让位 这些事都和禽兽无关 有什么你冲我来 看着秋叶激动 维护禽兽的样子 我的耐心终于被磨尽了 我来这里找她 可不是来找七兽的 阿姨那边 我有空就会去看她的 你以后没事别找我了 我也不会出来了 说完我就起身往门口走去 呼 那手腕被人拽住 我回头看向秋叶 想说什么一次性说完 柳如烟不是什么善茶 她不适合你 如果是为了报复 和她在一起不值得 初学 你好好想清楚 听着她话里话外 句句为我好的大姐模样 我讽刺地看向她 她不合适 你合适 秋叶 你正逐我甩了甩手没 和我去领证的话 我就不和柳如烟在一起 怎么样 她瞬间像丢开烫手山芋一样 甩开了我 我甩了甩手腕 击讽地看着她 认识秋叶这么多年 没人比我更了解她了 凡是能和我扯上关系的事情 她逃得比谁都快 没想到有一天 我居然要利用这个来脱身 想想都很可笑 我转身正准备走 余光感受到有道视线 一直在凉凉地看着我 我猛地侧头看去 是柳如烟 她向来含笑的眼睛 此时没有半分笑意地看着我 整个人都透着疏离 回学校的路上 我走得胆战心惊 柳如烟站在我身旁 一路上一句话都没和我说 往常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她从来都没有安静过 恨不得把她这一天 发生过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和我讲完 可现在她一言不发 显然是生气了 隐隐约约我能猜到一些原因 不过我什么话都没说 对于感情 我实在是怕了 很快就到了宿舍楼下 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 对柳如烟笑笑 我先上去了 挥挥手我转身上楼 如出雪 到底有没有心 柳如烟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嗓音不同于往日的清亮 十分为明 我蹲在原地 心口抽了抽 柳如烟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别再喜欢我了 说这话我是真心的 我在秋叶身上 耗费了许多的心力 再没有力气去爱上一个人了 付出了那么多 都没有得到回报 我是真的有点虚 她对我可能只是错觉而已 我们现在都各自快乐幸福 不会走到如今 都是四分五裂的样子 我毫不退让地说着 当初同意和柳如烟在一起 也是一时冲动 想要报复秋叶 当时没想那么多后果 伤害秦兽不是我的初衷 不过她和柳如烟的分开 也是她有错在心 这顿奏算是我帮她报仇了 如出雪 你现在肯定很得意吧 柳如烟和我在一起不是喜欢我 而是为了你 秦兽冷笑看着我 情绪不再像最开始那么紧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你真不知道被柳如烟喜欢上的你 是可悲还是招人羡慕 秦兽留下这些不明不白的话就走了 回到宿舍 脑子都是猛的 我知道秦兽为什么这么生气了 室友把她的手机递给我 不知道是谁传到校园贴吧上面 一段视频里面的 秦兽大放厥词 说她同时交了多少女朋友 还着重聊了秋叶和柳如烟两人 尤其是秋叶 她把她说的一无是处 这个帖子下面 还放了很多微信聊天记录做证据 可以说是实锤了 据说有秦兽的骨灰级追求者 为了维护她 查了发帖人的IP 查到了柳如烟的宿舍 她才会来找你麻烦 室友翻到被顶起来的热评第一 给我看柳如烟 可是几年来养成的习惯真真 切切看着屏幕上这个名字 我愣了一瞬 好像从那天我拒绝她之后 她再没出现在我面前过 一觉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我侧过身拿起手机 看着屏幕上 昨晚我苦思很久打的一段话 按着删除键 一个一个慢慢删完 既然已经决定了 有些话还是没必要再说了 拍拍脸醒神之后 拿起电脑往图书馆走去 入了夏的天很热 我沿着路边专挑树荫走 这个点大部分人要么在吃饭 要么早就找好地方避暑 路上根本看不到几个人 我把电脑顶到头上 遮住烈日 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知不觉就出了神 啪 脑门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瞬间疼得我头都要裂了一半 我用手轻碰了碰 已经肿起来一个包 我捂住头抬眼看去 不远处还有个篮球在蹦打着 我走过去把它踩住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我才发现在刚刚前一个路口 我忘记了拐 没去乘到图书馆的路 反而阴差阳错来了篮球场 傻子 把球扔过来 篮球场的围篮处 传过来调笑声 我寻声看过去 发现居然还有些眼熟 那人是禽兽的跟班杨伟 日 禽兽 去哪里他都会跟着 他此刻看着我的眼神 含着明显的挑衅 显然这个球是他故意扔的 跟你爹道歉 我踩着球冷冷看着他 赶紧扔过来 不然劳子让他 话还没说完 脑袋就被球砸歪了 我低头看了眼 手里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没了的球 诧异的看向 身边的人更加镇住了 是秋叶 秋叶 你特马到底喜不喜欢禽兽 他和柳如烟那娘们 把禽兽害成那个样子 你还维护他 杨伟穿着汗湿的背心 双眼怒视着秋叶 你先管好你自己 再被我看到你欺负同学 我会告诉老师 秋叶此时的声音 比以前对我说话时还要冷 我原本还担心这场闹剧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 听到他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他不仅学习好 还是学生会主席 在辅导员那里说话 向来很有分量 告就告 你以为我会怕你啊 杨伟指着秋叶说着 不过他的语气弱了不少 上周他刚因为挂科太多 上了学校的公告警示栏 这次要是再出事 恐怕就离被劝退学不远了 到底他没有闹起来 在周围同学的劝告下 骂骂咧咧的走了 没事吧 耳边突然传来温柔的声音 里面夹杂着淡淡的 不易察觉的关心 我退后几步 躲开了秋叶 想要拨开我游海的手 没事我语气很凉 此时我不由得 有点烦自己心里的敏锐 虽然决定把他放下 可是几年来养成了习惯 还是不知不觉表现了出来 他话里的任何细微的变化 我都能很快察觉到 就比如此时 他是真的在关心我 可是我已经不需要了 以后小心一点 你要是受伤了 我妈肯定会怪我没照顾好你 他没再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 第一次感受到 他这位天之骄子的落寞和挫败 我想他应该很爱情兽吧 两周后 我的毕业论文顺利口安 儿子们 江湖再见了 我收拾好行李箱 和室友们告别 我妈昨天给我发了消息 说他刚成了的大胆 准备带我和我爸去旅游 也算是给我的毕业旅行 想着学校没什么事情 六月底毕业答辩的时候 来参加一下就行 我简单打包了一些 必备的日常用品 准备回家和我妈会合 拉着行李刚出宿舍门 我就察觉到一股清冷的视线 秋夜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我经常在学校餐厅 或者图书馆碰见他 遇到的概率 简直和我以前追他 那时候制造偶遇的次数 过之不及 我低着头 往平时等校园 公共电车的方向走 装作没有发现 初雪 你去哪 身后传来急切的声音 我再不能装不知道 转身看向他 秋夜大步向我跑来 站在我跟前的时候 有些气喘吁吁 在学校没事 我妈说带我出去玩 我看着他笑着说 透过他的眼睛 我看到我的眼神里 在梅罗网日强烈的爱 我知道我是真的释然了 也是真的放下了 他以后的一切举动 都无法再在我心里引起波澜 他正冲地看着我 许久没有说话 秋夜 再见 我看着他的眼睛 认认真真的 一字一句地说着 是和他告别 也是和我曾经五年的执念告别 握紧行李箱 我转身继续向前走 初雪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秋夜拽住我的胳膊 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脆弱和崩溃 我树立地推开它 我已经不怪你了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初雪 你那天说要和我分手之后 我就后悔 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我只是太晚认清我的心 他的声音很急切 似乎是急于对我解释 我不明白他的转变 也从未想过回头 我听到我自己用十分冷漠的声音说道 秋夜 我们已经结束了 他正正地看着我 我别过脸 拉着行李箱快步朝前走去 他没有再追上来 我松了一口气 很快电车来了 我坐上电车到了校门口 下车拿行李箱的时候 鼻尖闻到淡淡的香味 我的心不自觉紧了紧 露出鞋几天不见就把我忘了 我紧握手掌 抬头看向眼前的柳如烟 他冲我微笑 百花失色 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以前 什么都没有挑明的时候 你最近去哪了 我试图去拿他手里的行李箱 漫不经心地问着 医院实习 他闭过我的手 推着箱子往前走去 我很快与他并肩而行 一路无言 门口有很多正在等待的出租车 我随手招了一辆 车子很快在校门口停下 司机下来帮忙放我的行李箱 但柳如烟一直握着没有给我 我不急地看向他 走了还会回来吗 他突然问道 我凝制了 会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等你回来 他轻轻地说 我笑着答应 心里去也明白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好好答辩 敢避不了夜 小心你的狗屁 我家母后坐在驾驶位上 透过后视镜威胁我 放心 也不想想我脑子遗传的谁呢 我大言不惭地吹着妞 我妈笑骂着把我赶下了车 不怪她担心 怕我过不了答辩 本来我妈一周前 想把我送回来的 可我缠着她留到现在 明天就是答辩时间 我再不好好准备 可能真的毕不了夜了 下车后 我冲我妈招招手 拉着行李箱 快步往校车的方向走 没想到走到拐角处 看到了一个人 好巧我走过去 在柳如烟面前站定 她盯着我 一言不发 眼眸深沉 晒傻了 我伸出手 在她眼前晃了晃 她抓住我的手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怎么可能我笑看着她 她凝视着我 忽然低头 轻斥一声 没良心的 则 这话怎么听着 还是有点不对位 我嘀咕着 她接过我手中的东西 放到姗姗来迟的校车后座上 我跟在她身后坐了上去 很快就到了宿舍楼下 刚下车就有一个穿着球衣的 男生朝我们这个方向跑过来 行啊柳如烟 望夫是终于望到领头的寸头男孩 事先在我和柳如烟之间 一直暧昧地来回看着 什么望夫时 我疑惑地看着她 你还不知道 最近这个月 柳如烟每天只要不上课 都去校门口等着 至于等的是谁 你自己想想吧 我可不敢说 怕柳如烟收拾我 她也愚着说完 就跟着同伴们跑了 走吧 再晒一会你就该出诊了 柳如烟举起手 替我挡着阳光 我回过神 抢夺她手里的东西 小跑着往男生宿舍的方向走去 我的皮肤比较敏感 强烈的紫外线会让我过敏 火啦啦的疼 这件事就连我室友都不知道 她却知道 柳如烟的心意 我在上次离开学校 她去送我的时候 就彻底明白了 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 才会拖到答辩前一天才来学校 如初雪 我们谈谈宿舍楼下 她拽住了我 我回身看着她 眼里少有的认真 点了点头 我鼓足勇气 问出了我心里的疑惑 你一直喜欢禽兽 为什么会突然喜欢上我 我一直喜欢的人都是你 她帮我把行李箱 暂存到宿管阿姨那里 一起去了不远处的学校食堂 找了个角落坐下 让我听她讲个故事 听完后 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 秋叶说她不是善茶 禽兽说她不是个好东西 就像我追了秋叶很久一样 柳如烟也在暗中关注了我很久 据她所说 第一次喜欢我 好像是我冒着大雨 去给生病的秋叶送粥 而秋叶却把我的粥扔到垃圾桶里 当时她觉得我这么痴情的人 全心全意地付出 秋叶却一次都看不进眼里 真是眼下了 起初的心动可能只是心疼 或者是关注了一个傻子 后来慢慢变成了不自知的喜欢 她接近禽兽 只是因为秋叶喜欢她 想着要是禽兽和她在一起了 让秋叶极度 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这样我就能看透秋叶 届时她再捕获我一番 我为了报复 就会和她在一起 现实中确实一步步 按照着她的想法在发展 我感觉浑身都有些毛骨悚然 我真觉得她不该选择医学专业 她该去警察学院学行政 这样的柳如烟 与我认识的 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 我之前一直不敢和她说 害怕觉得她心里阴暗 怕我不会选择和她在一起 那你现在怎么又说了 我盯着柳如烟的眼睛 不让她闪躲 因为我想让你和我在一起 我不说你过不了心里的坦 不会喜欢我 还不如说出来搏一搏 她说的太诚实 将心里的想法全盘拖出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愿意和这样的我在一起吗 她罕见地露出了一丝忐忑 手紧抓着桌面等我的回答 我没给她答案 说要好好想一想 明天就要答辩 晚上我用了大量的时间把这些 乱七八糟的感情问题 从我脑海中抛出 认真准备着 第二天 真正走进教室答辩的时候 比我想象中要顺利很多 可能拿不到优秀毕业生了 不过毕业还是够的 答辩结束后 大家没有马上离开 等着拿毕业证 顺便拍毕业照 中间缓了大约有一周的时间吧 我以为柳如烟会在答辩后 马上来找我 然而并没有 她好像是刻意地 给我留出了考虑的时间 没给我太大的压力 不过她没找到我 每天都在我身边说她的好话 她偶尔见到我 也是点个头就走 好像我俩之间 让人恐惧的那个人 是我才对 她这么小心翼翼的行为 倒是让我越发的膨胀 不再害怕见到她不自在 反而产生了一种 想要每天见到她的期待感 很快到了拍毕业照那天 我看到了久违的秋叶 她穿着学士服走过来 问我能不能和她一起 拍一张毕业照 想要留作纪念 我同意了 拍完后她看着我 我们还能出血 你看谁来了 室友们起哄着 突然把柳如烟 推到我跟前 还敢来找我 我瞪着她 有什么不敢的 她踮起脚 揽住我的脖子 你被唤魂了 我虎去一阵 退后两步 诧异地看着她 没有 我是想清楚了 我是瞒着你 设计了一些事情 不过在你面前的我 一直都是真实的我 我不想再遮遮掩掩藏下去了 我要光明正大地搞定你 她的眼睛 被额前的头发 遮住了大半 不过却遮不住 她眼睛里的光辉 那个我熟悉的柳如烟 又回来了 好我看着她的眼睛 说着什么 她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我用尽了前半生 最大的温柔 轻轻还住她的腰 我说好呀 然后低下头 深深地吻了下去 感受着唇齿间的轻柔 心中是前所未有的温暖 柳如烟 我相信你 有你才又见人间